游客们齐聚潮间带 享受与海洋生物接触的乐趣 继夜宿海生馆后 屏洞海生馆再推出夜间体验行程 除了夜巡海生馆 还有夜间潮间带导览 让大小朋友从早到晚 都能近距离体验海洋生物的奥妙 夜巡海生馆是我们今年海生馆 全新开发的夜间的体验活动 那是限定单日的体验活动 那只有限期在今年的4月到9月 那主要是为了配合潮间带潮汐的关系 那这个活动呢 将带领民众去体验台湾水域 海洋生物日夜间的不同 所以我们会有日间导览和夜间导览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同前来 共同亲近海洋 透过寓教娱乐的活动 不仅能亲自体验与海洋生物接触的乐趣 着访潮间带 还能学习到海洋生物的知识 我们很少有机会带着孩子到潮间带去 有专人解说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最主要呢 我们会带领民众去夜探潮间带 我们走出户外 让民众去认识野外的一些海星 海森等等的 让大家看看 在大自然的生物是如何的神奇与奥妙 那透过这些多元化的活动呢 让民众去体验海洋生物的奥秘 那如果民众想要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呢 就欢迎上我们的官网 我们在网络上报名 就可以直接参加 我们这个当日体验的夜间活动 屏东海生馆的日夜间深度导览 搭配探访管外周边潮间带 要带领民众享受不一样的海平面夜生活 一起走进生态多元的潮间带 探究大海丰富的生态西景 人间卫视台北屏东综合报道